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前一陣子有一個非常光榮的事情 那就是聽說有一位新加坡的電視主持人 他特別投書到台灣的報紙上面 說台灣的服務水準真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真的是身為台灣人與有榮焉 所以台灣人的服務確實是很好 可是因為我們去過的國家很少 我們不知道別的國家 我們其實是怎樣 所以今天我們在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就先請各位的姐妹們來舉牌子 台灣的服務好 還是你們國家的服務好呢 麻煩請舉牌 從這個下面從身爪這邊看過去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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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樂那邊 1號台灣的 台灣 台灣的 所以我們就來聽聽看囉 一向就是讓人覺得是比較龜毛一點 或者是她比較挑剔一點的Candra 連Candra都覺得很長 沒有,大家都贊成我跟她的解釋 真的嗎 很贊成 你還喘又打掌啊 好 我覺得此前的台灣和英國比起來 是覺得是台灣比較好 譬如說好了 你來台灣的銀行 像我我看不懂字對不對 好,很偉強 可是看不懂 我自己覺得我很偉強 然後我告訴你 去銀行每一次有一個人 不管是一個人對看你的 在銀行的 你進去裡面 他大部分 左邊就是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請問你要搬什麼 對 你要搬什麼 他馬上就... 你要按左邊才可以拿號碼 你要不要我幫你按 對 然後你在那邊 譬如說你有存持標 大家在那邊說 你要不要我幫你 你知道什麼是嗎 你要拿哪一張 我跟妳說 服務好的好的 有時候重物 我已經不喜歡去銀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覺得 不要再講話啦,我會啦 因為妳知道嗎 因為是忘了兩根 他現在在演哪一組 服務帶好了 服務帶好了 你覺得你 所以我就是覺得 帶好 可是我跟妳說 我暑假會回去銀行 然後多多少少 我每年需要去銀行 對 就是搬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支 前幾年我去 然後譬如說 銀行的銀行有一點 即可沒有資格人才 那邊幫妳付我 沒得理妳 然後他用銀行的銀行 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要是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排隊了來這邊 你要做什麼 你要排隊了來這邊 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就是排隊了 才不一樣的吃飯 可是 就是 你直接排 然後我那一天 裁判的東西 我知道我要排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我排 人好多 中午的時間人非常多 大概五十分鐘 對 你排錯了 排了快一個鐘頭 排錯了 排錯 這個就不算什麼了 這個就不算什麼 好 可是我現在已經排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有請了一個櫃檯 他跟我說 妳有請了一個二號櫃檯 好 我去二號櫃檯 可是我已經排了一個小時 我已經等著一個小時 妳現在要怎麼排 妳可不可以讓我先 對不對 不行 妳還是要回去那邊排隊了 喔 幹嘛排在那邊去 你知道嗎 我開玩笑 我這麼排啊 可不可以 走啦 我就排定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馬來西亞人 會說 但是還有 我剛剛在講話 像譬如說 我不敢吃洋蔥 我不敢吃洋蔥 我真的不敢 所以有時候我去麥克當勞買東西 我買麥香魚 麥香魚 麥香魚 它有洋蔥 然後會回答說 不管是任何麥克當勞 我就會回答說 可不可以 我都不要加麥香魚 不要加洋蔥 他說好 妳要等大概一個六分鐘 然後OK 我願意等嘛對不對 好 妳就去那邊 所以他會特別幫妳做一個 沒有洋蔥 這個是在台灣 在英國 妳白對白到 我簽了這個暑假 我看我不回家 對 而且它有點麻煩 真的 我跟妳說 中午的時候 白對了 到我的時候 妳可不可以我買生意 不要加洋蔥 先開始中午的時間 沒有辦法幫妳做 妳要的話妳就賣洋蔥 妳就不要賣 他不幫妳喔 因為太忙了 他說太忙啊 所以妳就又不買了 我還是買 又不吃 又不吃又沒拿錢 我還是買 然後我 我自己用餵飯吃 在那個洋蔥拿著 剝掉它 對 這個真的像香港人是一樣 他會問妳 快食物 這個是快食物快餐 他說妳不要吃快餐 就到隔壁去買 我們這邊全部都吃 真的啊 對啊 對啊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香港人啊 我在成香港 很像我 我會解釋 香港的服務態度 不會啊 真的 真的是中華們學的 你說像在台灣 妳買那個飲料的話 即使是路邊攤的飲料 妳跟他講 冰都要三分之一 妳那杯子還有拿紙來量 真的都做得到 妳看我講 我還有辦法買 中油冰 不要夾中 對 就像人家吃 有阿姐 我不開始吃 很討厭的 妳 我不開始吃中 妳可以的 我不開始吃中 然後 不然我買中油冰 都看到妳 都不 不好意思 我夾隔壁 一直看我們節目的 誰知道在叫她 我覺得我們買 中油冰 可是不要夾中 牛球冰 真的 那我們再來提看看 剛剛的Buddy Buddy寫的也是台灣好 對不對 我覺得台灣服非常的好 我很喜歡去台灣商品 因為 台灣有時候 就是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被女兒罵 被女兒罵的時候 這時候是不是應該全場按燈 只留一講十八賴的 可是商品回家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 就是嘴巴非常的甜 他們會跟我說 妳很聰明喔 這件衣服很適合妳 妳穿起來一定很漂亮 然後我就穿起來 我說 真的很漂亮 然後看我的心情好了 妳很有眼光 這雙鞋子真的很適合妳 穿起來妳的腳很... 又是很稀殘 我就穿起來說 我的腳真的很稀殘 對 然後我就這樣開開心的回家 我說 我原來又聰明又漂亮 然後我就開心的回家 就跟老公說 老公好開心喔 老公會說 妳開心 我的口袋就不開心 對 我覺得台灣人嘴巴真的很甜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去商品 好 那我們再來聽聽看 叫豬子 豬子覺得呢 我也覺得台灣的服務非常好 而且非常熱心 跟韓國差太多了 因為我們去韓國的話 大家那個服務人 真的 對 大家都會 什麼 大家都會微笑 然後也很禮貌的就舉功 很好喔 對 可是他們的表情是 其實是非常冷冷的 那比如說 對 我在酒樓 然後呢我要找另外一個 什麼櫃檯 專櫃 專櫃 然後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隨便可以問嘛 請問妳知道這個牌子 在哪一層樓嗎 他們就說 我不知道 妳去一樓問 就這樣 然後呢我說 我現在在九樓 那我再問的話 不是要再去一樓嗎 太麻煩了 妳幫我問嘛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妳去一樓問 就像去七樓一樣 對 其實是下午 可是其實是冷冷的 他們遇到外國人 他們沒有說什麼 就只是問 不好意思 這樣子 他們就會 對 妳說不知道 怎麼會 然後 對 可是台灣你看 他們如果 他們就遇到外國人 然後自己 沒辦法講英文的話 他們就會 旁邊的人 叫旁邊的人 甚至於旁邊沒有人 他們就親手打電話 問朋友 我現在有外國人的客人 可不可以幫忙之類的 台灣 太棒了 對 而且真的有時候店員就說 妳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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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是吃好稻薄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 You know what What is fat food 好經典 香港的圈圈 大家就是 喜歡來香港 都是吃跟買東西 如果吃東西的話 可能去茶餐廳 先來的服務就是 插在那個水上面 然後拿給妳 嘿 這樣子 她給我一顆棉 然後那個熱湯 她跟我說 Yes together together 這樣 我說不是 我要這個 我指了那個照片 我說這個 她就不知道什麼 跟我說 結果拿了那個碗 然後全部放一起 See See 先來的服務就是 兩隻手指插在那個 對 插在那個水上面 然後拿給妳 嘿 這樣子 你看 那個服務就非常的 真的 道地的 什麼道地 然後點菜 對 對 好像喔 對 你看公仔麵來的時候 就那個大拇指 就泡在那裡 對 對 以前不是有說嗎 先生 妳怎麼把妳的手 放到湯碗裡了 她是跟妳說了 不是問題 好啦 然後現在講到買衣服了 大家喜歡去買衣服嗎 然後他們 我們就是 無論到大跟小 態度都是 冷冷 臭臭 太臭了 比方說 妳說 我這個 然後她通常都會說 對 其實我們都要靠旅遊來 賺錢嘛 撐 就是因為大家臉太臭了 所以結果 劉德華都忍不住要出來 對 教導一下所有香港的市民 或者是商戶 要有一個清潔的服務態度 然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劉德華 對 廣告 對 廣告 好劉德華 你好 你好 你燦爛的笑容 你好 恭喜你 你親切的物口 你每個小小的幫忙 都會帶給我們的旅客最難忘回應 謝謝你 謝謝你 我知道你們 你可不可以 吃到 奕迫 就是要吃到 今天好吧 我只要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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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本人的服務態度 不足夠 怎麼適應啊 看一下 師傅 既然這樣塞車 不如就來一家行 好不好 好啊 謝謝 現在這麼前 買不到線的 下個街口立刻給你落啊 謝謝 要客人開心 自己又開心 當然用誠懇親切的服務態度多人 劉德華要教大家用誠懇親切的態度 來服務大家 那Excuse me 但是我覺得是語言的問題 就是就算我們說一句謝謝 就是台灣聽到那種會 謝謝喔 有一個喔就覺得很溫柔 有那個語言的感覺 但是廣東話說 我覺得還是很重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多謝三 之前呢 在酒氣之前的時候呢 對待的人又不一樣 像我們東南亞的人去 他就會 他知道你會買 因為你是來逛街的 他就會對你比較客氣一點 以前他就對大陸客就會很排斥 現在反而是轉回來倒過來了 他對大陸客 大陸客都是拿貨物來買的 對 然後我們這種東南亞的人 他就 喔 阿東不知道怎麼會買的 你去女人街 翻一下那種T恤 換什麼東西 還沒買的啊 不買不能夠翻 就是你看一下 他就講說 這把湯匙皮疙瘩也買買的啊 這女人街真的是這樣子啊 這種更那個 我覺得最討厭是 我會翻開衣服這樣看嘛 看完我大概折好一下放一下 他立即就會有一個人過來 把你剛剛翻得再折一遍 這種感覺 他不講話 但是那種態度就是要你覺得 是不是我看一下都不行 我真的要看啊 你不要說光是拿那種疊好的 有的時候光是這樣剝那種 掛著的喔 你這樣才剝一下 他馬上過來把你這樣 又再摸一下 對 我們還買啊 走啦 就是 妳不買妳就走吧 妳買得起嗎 這樣子 他以為妳聽不懂 是嗎 對 她以為我們聽不懂 Milly Milly在台灣有遇到過 服務很好的時候 有啊 因為在我們那邊 如果是我去一個店買東西 那個老闆或是店員 不會跟我說謝謝 是我要跟他說謝謝 所以我跟他買東西 我付錢給他 然後我跟他說謝謝你喔 對 她會跟妳說不客氣 對 好怪 很不一樣 所以我非常喜歡在台灣 因為你沒有買 他還是很客氣很溫柔的 跟妳說謝謝 我找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就是打電話賣那個 麵 外送 那我等一下去拿 通常你會看到是那個麵 牛肉麵 就是在一起嘛對不對 那以為是外送 我去的時候 他可以我 然後那個湯 分開的 那我以為是他弄錯了 因為是老公打電話叫的 那我跟他說我不要 我要這個 我指那個照片 Soup and noodles 他跟我說是一樣的 可是他可能沒辦法跟我說話 他跟我說 Yes together together Same same 然後我說不是 我要這個 我指的那個照片 我說這個 他就不知道什麼 跟我說 結果拿了那個碗 然後全部放一起 See 所以我懂他的意思 那個老公在跟我解釋 原來是他就是說 如果是放一起 那個麵就會爛爛的 對 我們那邊看不到這種 連蔬食店都一樣 不一樣了 這邊還是跟妳說小心燙喔 那邊沒有 連看都不看妳 用妳的錢就走了 燙死一個小一個 沒有啦 妳要不是這麼想啦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那Christina 在妳的國家還是台灣 妳有遇到很棒的服務過嗎 我想在台灣真的服務很棒 我要講白衣羅斯的 我小的時候 白衣羅斯是工廠檔對不對 所以呢 以前服務非常不好 因為都是白貨公司 或是什麼店 都是國家的 都是國家的 對 所以他們的服務 你來這邊服務非常不好 如果你去就是 買什麼都可以 都沒關係 可是三個小姐聊天的 妳問他們 可不可以給我別的尺寸 妳看 我很忙 我聊天啊 去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等一下 就這樣子的 她說她很忙 她很忙 在聊天 她聊天 她聊天 但是最誇張的是 妳問他們別的尺寸什麼 或是別的樣子 她就看旁邊的人 這個旁邊的人 看別的人 然後她看別的人 所以誰要旁忙 每個人都不要旁忙 對 對 在台灣服務非常好 可是跟Santa跟講 有的時候太客氣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感覺有點不舒服 為什麼 我去買泡洋瓶對不對 買一個霜霜對我的皮膚 因為夏天來了 皮膚有點乾 OK 除了這個東西都不想買 來這邊說 我的皮膚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幫我介紹 她介紹很好的 她說 這個非常濃 這邊很好 妳看我對妳的眼睛還有別的 我對妳的 對妳的什麼的什麼的 對這個有這個這個 給我很多很多很多 我看一下她這樣這樣 我想 我真的很臭啊 真的是要賣那麼多 你知道我就是我覺得 還不需要啊 還可以啊 要等一下差不多 五年以後還可以變 因為介紹太多 應該是旁邊的人 她已經看到了 我有那麼多問題 可是我自己看不出來 我想還可以啊 所以對 我想在台灣非常棒 這自己也沒那麼嚴重 對啊 我沒有要買眼霜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德國一向是 是一絲不苟的 應該服務是最周到的 是 可能啊 就是連我們德國人 把德國叫做 服務的沙漠 沙漠 對 因為真的服務在德國很差 無論你在百貨公司 或是超級市場 那個服務員 所以受歡迎的 藉口 第一個是 這件事請問我的同事 這是第一個藉口 第二個藉口是 如果在家子看不到的話 我們就沒有 跟香港差不多 對啊 就是在德國是這樣子 就是服務就很差 然後你就問 我就問我自己 為什麼他們不會被開除 就是因為 在德國 對啊 在德國 在英國也是 英國也是有人幫我 有人幫啊 有人幫你 幫你 我可以跟妳講 那不是說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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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檢查行李 又沒有人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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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妳說話 就是服務就很差 然後妳就問 我就問我自己 為什麼他們不會被開除 就是因為 工會太強 在德國 工會 然後我覺得 台灣服務很好 然後我舉個例子 就是加油站 就是在 我跟我的朋友開車 然後他去加油 就是忽然有一個人 他幫他加油 他幫他 耍心 就不用下車來 對 你不用下車 在德國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如果 在那邊妳還有一個服務員 他幫妳加油 他工會一定會說 他要戴口罩 他每個月一次要檢查 因為這是很不健康的工作 那也對 對啊 我也覺得這是 台灣的服務很好 也是因為薪水很低 比方說在星巴克 在德國只有兩個人 在台灣有五個 五六個人 他們都服務妳 因為薪水很低 他們賺一個小時一百塊 對不對 所以當然妳可以說 我有五六個服務員 在德國不可能 只是最多兩個而已 因為他們的薪水太貴 然後更差的國家 這是法國 法國真的都會 德國以前法律得起更早 OK 對 我查一個網頁叫做 Index Mundi 他們就通緝全世界的 比方說經濟率或是出生率 他們也說通緝別國家的服務 然後他們派法國 第二兩百十名 四零名 是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我以為是第一名台灣 然後第二名是德國 第三名是法國 NO 不是 兩百一十名 OK 便宜們 這是我自己寫的 這不是Index Mundi 這是我自己覺得的 OK 法國 比方說法國有很多很有名的超級市場 卡拉夫、Auchon、Réon 在全世界都有 可是在法國他們的服務很差 比方說你在收音台 你看到三個人排隊 你會覺得 OK 我在那邊排隊 一定會很快 可是等半個小時 然後為什麼 因為工會教他們慢一點 為什麼 只是他們故意 故意慢一點 就是因為比賽 比賽就是工會的力量很強 在法國 他們教所有的服務員 你不要太快 你不要工作太快 然後有時候你等三十分鐘 然後現在那個 法國超級市場的老闆 他們很聰明 只有在法國有 有那個自主收音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自主 就在法國有 對 這是自主的 就不用找電源了 對 你把你的籃子放在一個 地方它亮那個籃子的中度 然後你自己掃 然後那個電腦告訴你 這是多少錢 你直接掃 右邊也有一個籃子 你就放那些東西 它也量它的中度 要重量是 要不然有人就是沒刷放進去 對 然後你就刷卡 或是你自己付錢就可以走 這很酷 對 這個很酷 對 可是只有在法國有 這樣可能還比較快一點 在全世界我都沒有 在台灣 在美國 在德國 都沒有看過 在法國有 因為法國的收音員都很差 還不如去找機器 對 我在我公司附近 也有一個早餐點 然後就有饅頭 有包子 有豆漿 你吃這些東西有 對 對 就是因為熱量比較低 我早上吃一塊饅頭跟一杯豆漿 對啊 可是我就進來那個歐巴桑 他就幫我 他已經幫我準備 他已經幫我準備我的幫忙 他知道你這個時間會來 他幫你準備好 然後如果那個豆漿不夠熱的話 他說 對不起 抱歉 今天豆漿又冷一點 對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算好 因為在德國有可能 好 其實每一個國家它的服務 最厲害 最重要的一關在哪裡 機場 是不是 因為你不管去哪一個國家 你一定是先從警察 或者是港口等等這樣子進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先不討論 機場是不是有漏水 或者是神線可以有人進去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 Dedra 我們那個倫敦的機場是真的太大 是世界上好像拍的幾顆 幾顆都是 有前十名大的那種對不對 真的是大小 大型的 對 亂 對 要是以後你會生氣了 因為基本上出口在那邊 對不對 你問我出口在哪裡 我應該跟你說 你去這邊你就會看得到 他們就沒有 你從後面這邊走了 然後你在玩一邊 然後你再去那邊 我告訴你 人找不到了 就是不管都聰明了的那 你眼睛會找不到 迷路了 對 真的會迷路 我跟你說 我也有發展過 可是為了這次我很討厭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覺得 我們到的時間無可能 我們無可能 然後我們家不是住倫敦 所以我從那邊 有坐設施來坐 真的是好久 比如說從高雄先要來台北 然後從台北再可以坐飛 真的是滿滿髒的路 然後到那邊 我們就想過時間 還有很久 哼 想不到了 到要去找到要去的地方 反正的是用迷路找不到 當我去那邊 譬如說 我的飛機 我們的飛機大概晚上七點 對不對 我大概五點五時到了 對我前回來 我還有一個小時多十分鐘 對不對 沒有排隊了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馬上幫我們心理一下 無可能 你就看多少東西 然後我們每次去那邊 有帶一大堆東西回來 無可能 起給他那個小錢 馬上就 啾... 給他重來 為什麼 是建營鏡超過 你的心理一下 就已經不能上飛機 要不然應該是 一個多小時 對 我見到感覺 一個小時又十分鐘 對 所以到底唱回來 我可以上對不對 我人可以 我人可以 他就說你們五個人可以上飛機 沒有問題 可是你們的東西統統就不行 行李不能脫運 他們說 每一個公司有他自己的規定 OK 所以完蛋了 對 所以我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上 可是東西就不能上 我說小錢 你要我怎麼辦 在那邊擺地攤了 對 你要我 不是 你要我出去 我家人已經離開 然後你就要 我還是需要我的東西 沒關係 你人可以坐 然後你吃一些東西 你現在可以弄一弄 下一個飛機就可以走了 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要付一個錢 給他們放在他們那邊 要到 過兩天 我妹妹要回去那邊 去放那些東西 都重心打包一次 用飛過來 麻煩了 我跟你說 真的是你們不要吃到了 真的是負擔度也很差 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真的是不要就是不要 然後還有 我們海關 打開東西 你裡面要什麼 要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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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東西都弄得這樣子 你知不知道 煩 煩 煩 然後 你自己給我放回去 對 你就整個時候 像個瘋子在那邊 這樣 拉 拉不起 你又 沒有人用這個布拉 或者是 就 不多拿的 就不管 包括我的臂包 裡面有一個化妝包 我媽媽一直不是那個 摩瘦那個 就不給我拿走 最重要的是把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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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的那個 心裡才流血 對啊 還不給我帶進來 你知道吧 還不給我帶進來 所以我就是覺得很討厭 可是來台灣 我覺得好舒服 他們一直會檢查我的東西 你 打開一下 看幾遇見 看幾遇見 好 OK 沒問題 噓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覺得炸彈 海關跟移民關 不可以隨便開玩笑 這是屬於政府官員的門面 不要開玩笑 我們曾經帶團到關島 屬於美國對不對 客人過...移民關過去之後 有人要拿行李 他們家有養狗 他就覺得 哇 這隻狗好可愛 他就 鬥鬥狗 完蛋了 那隻狗就一直跟著牠 我們團隊出去了之後 我們為了等這一個人 等了兩個小時 牠是女生 牠必須要到另外一個隔間室 請 不是請男警喔 就請女警 對不起 真的要幫妳全身收生 還有包括妳的行李 因為有 牠有權力 牠有權力 對 牠有權力 即使最後沒有問題 但是 你一直跟狗玩 狗最後不知道怎麼搞的 跟上妳或愛上妳 但是這個狗不是一般的狗 所以在海關 這不可以開玩笑的 對 妳說這隻狗是契毒犬 妳不要看牠那麼小 很可愛 妳還要摸摸牠 我還有餅乾 餵牠 我告訴妳 牠只要跟著妳 牠只要跟著妳就完了 給人家可以 牠在執勤 對 牠在執勤 現在工作不好找 狗的工作也不好找 不要跟牠開玩笑 這個很嚴世的 可是真的啊 這種911之後 其實那個美國特別嚴對不對 那美國是不是有特別不喜歡 哪一個國家來的人 不喜歡你 馬來西亞 美國不喜歡馬來西亞人 因為911之後 我們通常不是有收到那個什麼 什麼菌 還是什麼碳 有一個 對 寄去的地方是馬來西亞 寄過去的 所以馬來西亞人可能會特別要檢查 特別要檢查 跟我們的現在簽證很難下來 是喔 因為我們已經屬於回教國家 你馬來西亞人 對 對 所以會比較敏感一點點 其實還有一個國家 是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都很敏感 猜哪一個國家 古巴 不是智利 古巴是古巴 古巴 因為古巴跟那個美國沒錯 常常在那邊起衝突 然後古巴衝突跟以前布希 一直一直就是反對他 所以他們兩個真的是很不合 所以古巴有一個 非常貼心的一個服務 就是美國人還是加拿大人 去古巴 你的護照上不會有任何的紀錄 你有去過古巴 對 你的護照上沒有人 他會另外給你一張紙 然後那張紙你要... 就是復座的時候 在那邊什麼都該張 然後那張紙你要放在你的護照 在裡面 對 你出來的時候你要... 千萬那張紙不能弄丟 然後你就給他看你的護照 跟那張紙就可以 進去出來都沒有什麼任何的紀錄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有紀錄會怎樣 對 因為美國人不喜歡你去... 你是美國人 你是加拿大人 你去古巴玩 對 就是會特別檢查你的東西 如果你帶古巴來的東西 他會特別說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什麼什麼 不然你進去 還是睡刻的特別重 對 可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有去過古巴玩 我是從加拿大那時候 畢業跟同學去玩 發現古巴現在有一個滿嚴重的問題 就是非常多的虎學 那些虎學都找不到爸爸 因為很多美國人去古巴玩 玩一玩就回去 因為護照一看 老婆都查不出來他去哪裡玩 對 所以這樣 這是一個新知識 對 對 好啦 我們回到機場的服務好了 Milly覺得美國很糟糕喔 對 真的 KIN不在 對 還有KIN不在 對 還有KIN不在 其實是真的 因為從就醫治後 美國是比較敏感 所以你只要在那邊轉 其實不是把行李要拿出來 那行李要拿出來是有一個警察 負責這幾個人 一直跟著你 到你要上飛機為主 所以我們把行李拿出來 像我所說的行李很大 就推不動嘛 可是他就不會幫你 那有一個地方是我們要推上去 那我就是在那邊一直一二三 就嘴不動 然後說 Go 就這樣子Go 你那冰子打你啊 我就是怕有一個東西這樣子 就很討厭的一種 然後就看著 他胖胖的那麼大隻 不會幫我嗎 我在台灣就是把行李要拿下來 要幫好那個人也是幫我啊 妳長那麼漂亮在台灣 沒有 在巴西也是 在英國也是 英國也是有人幫我 有人幫啊 沒有 沒有 我再跟妳講 那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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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妳被檢查經理 沒有人幫她 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 看得到哪裡是非啊 我又不是 英國 我跟妳說話 英國服務 她不要在幫妳而已啊 不幫別人 不是 英國服務是很差 但是最好這個就做得到 對啊 真的很多人覺得美國真的很壞 沒有啦 機場啊 機場 因為要比較嚴格一點對不對 像是圈圈 常跑很多國家 對 我覺得 真的還好Kim沒有來 我覺得 美國機場海關真的好討厭 有一次就跟 我跟一個 聽將人士的劇團 一起去美國 然後過那個通道 X光機的那個地方 就是要過那個 機殊檢測 然後其中一個聽將人士他過了 他就 然後 那個海關就好緊張 就立即拿那個 他不是有一個 一個在看車幫 對 就叫他過去一邊 可是他聽不到 對 然後我們就趕緊的上去跟他說 對不起 他是聽不到 可是他沒有理會我們 就說對不起他是聽將人士 但是他沒有理會 然後就 就一直很粗暴的對待他 然後就把他手舉起來 然後這樣子過 每次去入境美國的時候 好像那個犯罪人 你知道嗎 他審判問你東西的時候 那種口氣很差 可是不會耶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去美國 碰到的海關很差 因為我是拿馬來西亞護照 但是我去美國 我就碰到很好的海關 因為我很多的親朋好友都在美國 所以我每次去我幾乎都 我都是一個人 我從來沒有跟過團 我都是一個人去美國 像只要碰到那個 Immigration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對我都還蠻好的 因為我是單身女生 我又一個人去 然後海關就當然會先問你說 你來幹什麼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喔 我來度假 然後他說那你要待多久 我說可能是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好 接下來他說 那你在台灣是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 喔 我在台灣我是一個藝人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個海關 然後你突然這樣 ㄉㄧㄤ 聊起來啦 會 會 喔 不是 換季節 夏天當然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個不必要穿這樣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一個女生進美國的話 你穿這樣子他會以為你 他會誤會 對 他會誤會 你是來做那個 來送外賣的 來做什麼 送外賣 送外賣 結果我一衝出來 就有一個服務小姐很貼心 拿了一個板子寫到我的名字 而且好像見到救星一樣 她也很開心看到我 笑了大概兩秒鐘 拉著我就開始 衝啊 快點 我們碰到的 救她 但是我沒時間 我碰到的海關都很好 不只一個好幾個都是這樣 可是 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一個這樣聊天 不會覺得很慢嗎 不會覺得就是 郭海關的速度 對 很以前是趕著 要做生意什麼的 所以現在用賣衣服廣告 就是我覺得香港的技場是很好 又好 對 服務態度雖然差 但是服務的設備 就是很多都很好 對 可以先在香港的當場先check in 對 對 另外就是 如果你太多行李 或者是你比較懶惰 要從一個地方 到一個比較遠的閘口 你可以叫這種車 它叫電池車 電動車 這個不是只有工作人員 才可以用嗎 我以前也以為這樣子 後來我看到旁邊寫說 旅客可以叫那個車 然後要收一點點費用 都可以載你到閘口 因為夾口比較圓 這個很好 如果老人家就可以用這個包包 對 而且 因為機場裡面可以購物 可能你最後一分鐘才敢去 我講得太大了 對 太大了 而且最近開了第二 Terminal 2 又來了 又更大了 而且它有很多設備 比方說有什麼4D立體電影院 4D 4D 然後有高爾夫球牆 有Paystation 好多 就是你不會無聊 總之在那邊 對 香港機場真的很好 我以前就等 後機時間比較久的話 我還可以 還可以去按摩 但是它也是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會因為在裡面 就是太囂張了 沒有忘記了 我也有過 來不及了 鄭海妍也覺得 香港機場是很好的 我覺得香港機場很好 中國機場也很好 我前面有加 像他講的那些 我們大陸的機場都有 像按摩 洗腳 就差三溫暖了 像電瓶車 像我這次回來就有做 因為提了好多東西回來就有做 那是花一點點的錢 我以前像我說香港機場好 是我親身經歷的 像以前從台灣回去沒有直航 我都轉機到香港 那重點是說轉機 那這邊的飛機接另外一個飛機 因為我在哈爾濱 那香港 到了香港再轉哈爾濱 那台灣飛出的飛機延遲 那怎麼辦 我自己到香港我不認得 因為香港大家都是很大 那然後我的時間 差一點點時間 我下了飛機就很緊張 因為我的行李 已經掛到另外一個飛機上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怎麼辦 我下了飛機 第一個衝出來 然後就趕快找人問 結果我一衝出來 就有一個服務小姐很貼心 拿了一個板子寫著我的名字 然後呢 看到我以後 然後我們兩個目光交匯到以後 我就好像見到救星一樣 他也很開心看到我 笑了大概兩秒鐘 拉著我就開始跑 衝了 對 然後呢 跑的時候呢 他 我又緊張嘛 然後他還安撫我 用的很不流利的國語跟我講說 不用緊張 我帶你去坐飛機 然後我就跟著他 還沒關門 對 然後他說飛機會等我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又覺得他們很貼心 到了飛機門口的時候 他才露出滿意的笑容 然後跟我說已經到了 你放心上飛機就好了 我覺得服務超好的 重點是說 我沒有鄭先生的VIP 我是坐經濟艙 妳坐經濟艙 對 我坐經濟艙 然後比VIP的服務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香港服務 真的超級棒 對 有一個英國的雜誌 選香港的機場 從2001年到2011年 曾經八度 是不是 全世界最好的機場 十年間有八次登上第一名 第一名 對 五星級的機場 好驕傲 唯一 沒有 是 她的設備跟東西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如果 口氣稍微再好一點的話 如果劉德華一直站在這邊就好 對 有 我也曾經在那個 香港機場的櫃台前面站著大哭 為什麼 因為就飛機時間有點接不上 他們也不願意幫忙 讓我趕最後一點點 比如說 可能40分鐘前要登機 我大概遲了 因為我轉機 可能我 所以我就站在櫃台前面大哭了 其實一進去也還蠻尷尬 大家都看了你 對 還會有人給你拍手 Excuse me...這樣子 我們通常都 就他 就他 耽誤我們時間 不過我覺得那個什麼 新加坡機場 我個人覺得蠻好 因為我上次從澳洲 剛好住的那個朋友家 剛好停水停電 兩天沒洗澡 坐飛機又十幾個小時 不管多少錢我都可以付費 在新加坡就可以讓你商拿 又洗澡 洗完澡之後 你有健身房你也可以要健身 如果你不要的話 飛機轉機時間超過五個小時 你可以登記免費的市區觀光 一毛錢都不用花 還會給你一個小紀念品 車子帶你出去兜一圈 兩個小時回來 真的 其實這是不錯的 這個大家可以充分利用 因為我覺得 韓國的機場其實也不錯 就是它現在是有兩個機場 因為剛剛好去完韓國回來 朱祖你也覺得嗎 自己國家的機場怎麼樣啊 對 恭喜 韓國機場到底有什麼 值得驕傲的地方 朱祖要報回你們 世界那個機場的association 他們就選了最棒的機場 對 然後是第一名 然後我們是 他的那個新的那個是什麼 機場 英川機場 人川機場 對 從2005年到2010年 我們連續六次都是第一名 世界上最棒的機場在韓國 對 雜質 對 像過海關檢查 那個護照 蓋帳的地方 對 那個是國際平均是需要45分到60分 可是韓國是世界上最快的 我們是 真的很快 然後呢也是拿那個 也是世界上最快的 這個之外 然後呢 我們就進去那個機場 如果你是外國人 就聽不懂或是講不通 那你們可以找這種人 這種人 對 穿綠色衣服的 戴綠色的帽子 或是穿綠色的 對 我們叫Green Cap Service 對 他們是 都可以講外來語言嗎 而且是 比如說衛南語 就很特別的蒙古語 蒙古話 對 還有什麼 馬來語 阿拉伯文 俄羅斯文 西班牙文都有 所以他會在這邊畫的 他是負責什麼語言 對 然後呢 就他們當然也可以幫你 拖行李之類的 就可以幫很多嘛 然後呢就進去那個機場之後 機場裡面有很多電話 都是 也是提供13個語言 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那比如說我要中文的服務 你按按鈕1 對 那他就會跟你說中文 你只要講你需要什麼 他們都會幫你 就非常非常方便 這個是不是因為從那個 是幾年 2006年的那個氏族 世界足球杯 從那個時候開始有沒有 他們做的相當的國際化 對 好像是因為這個 而且只要飛機一延遲 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會給你一萬韓幣 兩萬韓幣 三萬韓幣 對 你可以在機場 真的 你可以在機場 對 你可以在機場真的吃到飽 吃到高興 而且真的加泡菜金錢不用錢 沒錯 真的 連機場都跟市區一樣 有這樣的服務 不過接下來可能韓國 還是會更進步 月子才剛 對 冬季奧運 在那個韓國浮賽 對 恭喜 好啦 不過因為真的現在剛好是這個 暑假的旺季 很多的家長都會帶著 小朋友出國去 或帶著這個家裡面的 爸爸媽媽一起 所以去到各個國家的機場的時候 別忘記了 有些機場可能會讓你很開心 有些機場會讓你很傷心 現在一次謝謝我們的三位特別來賓 還有我們的三位特別來賓 還有我們的三位小姐姐妹 快來訂閱我們 謝謝大家 阿燒麵 阿燒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